What's the beatbox the nigger 大家好 我是echo 李長俊 歡迎回到我的 beatbox 一週一教學 跟我學 beatbox 步驟原網路 學會了 beatbox 別人好節目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fart bass 翻譯為 放屁股 簡稱 屁股 沒有啦 這個是 fart bass 這個名字呢 是從國外來的 就是他們喜歡用這個聲音 做很多那種 Techno 啊 或是融入各個節奏裡面 就是聽起來真的有點像放屁啦 但是你融合節奏之後 就會蠻好聽的 好 今天教大家 Fart bass 步驟就是上嘴唇 包覆著下嘴唇 這樣子 然後吹氣 吹一個穩定的氣流 才不會有偏調這樣子 那有偏調的聲音就是你的氣流不夠穩定 會 那沒關係 那沒關係 多多練習就會越來越穩定 你就是要 嘴唇跟氣流做一個抗衡 然後就可以得到最完美的聲音 那你要做一點變化的話 就是做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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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聲音 然後 Hi-Hat 大鼓 內吸 K 小鼓 我示範這個節奏原來的速度 我們搭配節拍器來做一次 音樂 Yeah 這裡面有一個小小的不一樣的技巧 因為裡面有一個32bit 比較快 在5到8拍之間有一個小小的小陷阱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有一個很快的 Hi-Hat 在裡面 那我示範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速度 自己先練習的時候放慢一點 然後再慢慢加快 加快 好 這是一個小小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要教你的聲音是 空心彈舌音 這是第一個喔 還有第二個是 有兩種 這是同一個技巧 但是會稍微做一點變化 然後就有兩種音色囉 第一個音色 這個聲音呢 這個聲音呢 稍微小聲一點 但是 你控制得好 它還是有很多的音色變化 那 它這個聲音 怎麼去用 它就只有用舌頭的力量 沒有用到任何的氣啊 或是嘴巴別處的力量 舌頭捲起來 往後捲 不要碰到上耳 你碰到上耳 然後彈下來的話 那個就是之前講過的單彈舌音 這樣子 因為平常我們很少用到這樣的力量 所以會不好控制 自己要習慣一下 盡量把它捲起來 然後往下彈 有點不協調 當你抓到技巧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這樣的聲音 它就是往下彈 然後這樣 這樣子的聲音 這是我的下耳 所以會有跑出聲音 這個原理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聲音 然後第二個呢 稍微做一點變化 就是比較像 倒水啊 喝水的那個聲音 有沒有很像吧 那這個怎麼做呢 稍微的憋氣 可是 舌頭一樣是沒有放到上耳 它就是這樣彈 可是是 有憋氣 然後喉頭打開的位置是 有點像你喊 這樣喉頭就會打開 可是當然不要出聲 然後你控制你的嘴型 呼到阿這樣 這樣子 就第二個音色 多多練習 那我們現在 來進入節奏 好這個節奏 我們先設定速度 90BPM 然後我示範一次這個節奏 只有四個聲音 大鼓 嗨嗨 空心彈音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音色 這是互換的 然後內吸K小鼓 節奏類型是 換成聲音的時候 就變 這樣子 那我們結合節拍器做一次 然後我們第一個音色是 這是做第一個巴 然後第二個巴 用這一個示範一次 用這一個示範一次 這個聲音 確實比較難控制 所以真的要自己多多練習 才能把它掌握得更好囉 今天要教你的聲音是 今天要教你的聲音是 那這個聲音怎麼做呢 這個步驟 就是講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這個慢慢延續就會變這樣 就是一個步驟 有沒有感受到 你舌頭頂著上耳的那個位置 盡量把你的氣跟用力的點 集中在那個地方 你就開始有一點彈舌在裡面 然後再加一個 然後更用力的時候 控制你的嘴型 它就有音階的變化 我們進入節奏 這個節奏呢 只有三個聲音 就是我們之前教過的 大鼓加上那個哼的音 哼音鼓 然後hi-hat 還有今天教的tush tsh這個聲音 三個聲音 節奏我示範一次原本的速度 然後我們結合節拍器 好啦 後面是變化啦 多一點節奏 那我們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這支影片 請在下方按讚 留言 分享 還有按下小鈴鐺 有新的影片你會最快收到通知 我是Echo 李長俊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Beatbox 一週一教學 我們下週見 今天要教就是這個聲音 內吸捲聲音 這個聲音到底怎麼做呢 首先 捲你的舌頭 捲起來之後呢 吸氣 因為它是吸氣的聲音 這個氣流會跑到肺裡面 這樣子 那舌頭會這樣震動 然後產生跟上顎的摩擦力 焦點放在哪邊呢 就是舌頭的中間位置處 這個位置跟上顎摩擦的交界處 焦點放在這邊 然後吸氣著重在那個位置 你就會找到最好的聲音位置 就是又有這樣子 可是單這樣聽 其實沒有那種很悅耳 但是你用在節奏裡面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音效 然後做這個聲音的時候 可以分那種小片段小片段 然後 也可以一大片 就有一個高低音的那個走向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你獨特的音效 然後去玩它的那個高低起伏 大小聲 然後段落 那你小小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說 你可能會吸太過頭 可能會嗆到 因為吸到口水 或是那個氣流吸太多 因為這個很容易 一直要吸很多氣 所以自己練習的時候 要多多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進入節奏的部分囉 這個節奏有哪些聲音呢 大鼓 內吸的捲舌音 這樣子 內吸K小鼓 Hi-Hat 這四個聲音 我來示範一次 設定速度80ppm 設定速度80ppm 我們來做一次喔 今天要教大家的聲音是 開放吧 Crash 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怎麼做呢 首先有第一個程式 誰都可以學會的 就是 這樣就學會了 但是這個比較沒有層次 我想要教大家的是 比較有優質的差異的一個聲音 比較有層次 這個聲音要捲舌 裡面要捲舌那個 整個位置 然後捲舌完 舌頭位置不變 加上嘴唇 講 這個位置 然後串連在一起 就 這個一 加 最後的尾音是 可是中間會有一個過門過程是 它就是會帶出那個金屬音 所以會非常好聽 如果要做一點變化的話 嘴巴的開合 會很重要 它會有一個不同的音階的感覺 那個就是要取決你自己想要表現什麼樣的音高 還有什麼樣的音色 剛好這個聲音 在大鼓的後面很常做一個ENDING的聲音 可是這個聲音有沒有很類似氣泡水開屏的聲音 我示範一次 有一點像對不對 剛好我最近拍微晶聲氣泡水的廣告 那裡面的音樂 百分之百 都是從我的嘴巴 還有我的聲音 去發出來的喔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開屏的聲音 我之前已經教過大家 有一個 轉開蓋子的聲音 以及今天教大家的 這個聲音 還有 之前教過大家的 空心彈舌 三個聲音串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喝氣泡水的聲音 那我先來教大家一個節奏 但是我先用一個正常速度的 我示範一次這個節奏 OK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這支影片 或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你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那我們下周同一時間見 微晶聲氣泡水 你還沒喝過